空水風台已經減退 現在是青島風台 今天立正是台灣本土的離不風寬 如果國底漏後的狀風也會登後 我們來聽聽氣象書 掌對風台最新的說明 氣象署持續針對今年第21號 颱風康瑞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 不過目前康瑞颱風 它的暴風範圍已經逐漸脫離 台灣本島 但目前馬祖胎 在它的警戒範圍之內 而在我們的北部海面 也還是目前這一報的警戒範圍 我們從雲竹上面可以看到 颱風目前的中心位置 位在馬祖的東北方 大約110公里的海面上 它的移動速度較為快速 未來預估會往東北 轉北北東的方向移動 因此目前它的強度上面 是一個輕度颱風 暴風範圍是180公里 台灣的本島已經脫離它的暴風圈 馬祖以及北部海面 還是在警戒範圍之內 還是要提醒這些地區的朋友 要嚴加戒備 至於在降雨的趨勢上面 我們從整個色調強化的雲圖上面 可以看到 其實颱風的南側 還是有一些西南風的影響 颱風在比較往東北方向移動之後 馬祖的這一帶 還是有一些間歇的降雨 以及我們在西半部的這一帶 從清晨到目前為止 也有曾經出現比較強的降雨 我們從目前的雨量觀測圖上 可以看到 主要比較大的雨勢呢 都是分布在中南部的這一帶 尤其在南部的山區 還有我們台中這一帶近山區 以及彰化到苗栗的這一帶 豪雨特報呢 其實隨著降雨逐漸的減緩 比較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目前是比較縮減到 偏向在西半部這邊的山區 在苗栗台中還有南投以及嘉義高雄的山區 目前還是豪雨的情形 而至於在其他苗栗以南的平地 還有在花蓮的地區以及屏東的山區 還有馬祖則是要留意大雨的情形 那在今天的晚間到明天的白天呢 大致上面整體的降雨都比較減緩了 而明天大致上是一個比較偏向東北風的天氣形態 所以也可以看到大致上都是以比較偏向迎風面這一帶 有些降雨中南部則是以多雲道景的天氣為主